就是今年烏俄战争开打前 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发出的警告 说是承重代价 但始终没说要出兵协访乌克兰 拜登当初以经济制裁贺阻 或试图以外交手段劝服 要俄罗斯放弃武力进犯乌克兰 并没有逃到便宜 美国在乌克兰的战事 他还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是因为说 第一方面离他比较远 美国还必须跟其他的欧洲国家 去做一个协调 因为如果涉及到北约成员国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开战 但相较于敏感的台海问题 拜登态度却是强硬的 再次发问确认立场 身为一国领袖的拜登笃定回应 这也是在乌俄战争开打后 美国政府再度进一步表态 更是拜登上任20个月以来 第四次公开表明 愿意以军事介入护卫台湾 早在五月份 拜登出访日本之际 被媒体问到台海议题 他就不假思索 回答得相当干脆 即使加入了乌克兰因素 也不改初衷 但刻意在美中关系 转趋僵化的时间点 放大言论 拜登用意恐怕不单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才刚跟这个俄罗斯的总统 普丁刚见完面 而且他们举行一个 非常盛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反西方的一个 国际联盟 就上海合作组织的理事会的 这个会议 我觉得拜登在此刻说这个呢 就是要让中国大陆不要误判 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 那我觉得这个会给中共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这个嚇阻的作用 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在台海周边 进行某一种程度的战略部署 那么希望能够达到嚇阻 或者是协助的这个目的 只是当初嚇阻俄罗斯 拜登一开始也心心满满 却不被普丁放在眼里 在迎战台海矛盾 美国面对的是最大竞争对手 拜登几次出兵协防台湾论 又能奏效吗 比起过去对俄罗斯的表态模式 拜登这回不行备战协防台湾 强硬出击 但看在专家眼里 就怕是纸上坦兵 台湾其实长期以来 他还是有外交孤立的问题 我们当然也不确定说 美国是不是真的 也会为了台湾做一个全面开战 可是我们要了解是 现在美国做的任何一切 都是在避免这个情况会发生 我们的国军跟美军没有联合训练 没有联合演习 没有联合的统一的通信的这个频道 那么所以美军即使要来的话 要跟我们合作 他没有事前很熟练的演习训练的话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美国要以军事护台 无论在技术上有没有实质困难 还是单纯外交上的言辞较令 台湾面对身家安全 比起养人鼻息 该如何加强自身国防实力 似乎才是当务之急 今天新闻 范英豪 陈志宇 采访报道